現在拍年度總結會不會很早了 Hello guys 歡迎回來的頻道 今天這一期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過去大概一年多的時間呢 收到的一些SALOM的鞋款 基本都是一些比較偏向於時尚風格的方向去設計的 一些是普通款也有一些是聯名款 那我大概按照他們的配色邏輯分三個組 總共12雙 先從一些最近收到的開始講 後面就再介紹穿了好一陣子的那些舊一點的款式 因為其實講過了 我不想再費更多的口罪 講新款的話會需要一些多一點的時間 OK 首先來看一下這一雙鞋 鞋盒是這樣子的 今年的限量版鞋盒已經都改進了一下 它的整個設計 那麼就是這一雙RAMMA Studio和SALOMON 聯名的這雙CORSE PRO 這一次的聯名呢總共除了兩個配色 除了我手上的這一個配色之外還有一雙黑色 CORSE PRO這個鞋型呢應該也是SALOMON 目前為止比較少做聯名的款式 關於RAMMA Studio這個品牌呢 它前身就是Anamar Johnson 這一個設計師的同名品牌 Anamar Johnson跟他的搭檔 Luke Stevenson 他們兩個都是畢業於皇家藝術院的 更名成RAMMA Studio之後呢 他們兩個人一起回到冰島去繼續做這一個新品牌的工作 這一次整個鞋的IT人呢也是比較圍繞冰島這一個國家 然後它的這種更加天然的一點的感覺 也是RAMMA Studio整一個新的品牌形象想要呈現的方向 普通款的CORSE PRO呢它就是一個彈力的編織鞋面 就像SALOMON其他的一些越野跑鞋一樣 它是比較的透氣比較有好的彈性 但是不會防水 然後也比較沒那麼耐刮 這一次換成了這種VENTEL的材質 而且是手工染色 這雙鞋是採用了一個非常天然的植物染 植物呢也當然是冰島的一個叫做ELFINGER的植物 整個一個是手工浴鏡泡然後再加上曬乾 可以從鞋面上去看得出來這個染色是非常不均勻的 一塊一塊的效果 但是也很漂亮 整體色澤還是比較統一的 VENTEL這材質呢 玩復古的阿美卡機的玩家不會太陌生 其實很多老軍部老軍服都是用了這個材質去做的 它天然就一種比較耐磨防水的狀態 這雙鞋的環保理念呢 除了在這一個手工染色的面料上之外呢 也把所有需要用到壓膠的位置都替換掉了 變成這種手工縫紋的皮革 常規版的話它都是一全壓膠 然後這一邊的Sensefit也取消掉了 就變成一個絨面革 當然現在這雙鞋上沒有很明顯的Sensefit了 還有一個大大的提環 都是用比較天然的植物去做的 然後內襯是一個非常漂亮非常柔軟的 我不確定是小羊皮還是豬皮的內襯 這個鞋墊也採用了軟木塞填充 很漂亮 這雙鞋採用的環保材質的原材料 都在鞋墊上列出來了 這雙鞋腳感還是不錯的 當然它並不是那種非常高性能的鞋款 雖然說CORTS PRO這雙鞋是高性能越野鞋 但是GIN RARA STILL這個品牌改造之後的這個聯名款呢 其實你把它當一個日常的通勤鞋穿就好了 它變薄了很多 因為整體的面料少了很多填充 就是一個非常輕便的鞋子 當然腳感還是很不錯 一如既往SALOMON當家的ENERGY CELL CLASS的環震中底 一個CounterGrip的外底 關於這雙鞋的碼數大家可以稍微拿回正常碼 就不像之前的SALOMON一樣 需要拿大一碼或者斑碼 鞋的鞋身其實非常薄 有CORTS家族一如既往的輕量化的視覺效果 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偏性能、機能感覺的德訊鞋的定位 就是一個非常輕便、非常日常的鞋款 這是這一雙RENOR STUDIO的CORTS 4 我稍微講快一點 OK 那麼再過來一雙也是CORTS FAMILY 有沒有覺得好像是我們今年比較想要去推CORTS家族的系列鞋款 而且CORTS這個家族確實也有很多有待開發和改進的鞋款 呈現出來我覺得是更加新鮮更加好看的 我也挺喜歡CORTS這個家族 接下來要分享這雙鞋也是最近比較火熱的 相信各位也是有看到瘋狂的曝光 就是這一雙看一下鞋盒 一樣是這個限量版的盒子 不過顏色跟剛剛的RENOR不太一樣 沒錯 那麼就這一雙MAGILLA 收到的這雙是CORTS HIGH CORTS HIGH這個鞋型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而且這個配色講真本來在看圖片的時候 我還有點擔心怎麼出一雙紅成這個樣子的鞋 已經紅到快失真了 不過實際上拿到手我發現 它組合了非常多不同的材質 然後達到了一些很豐富的層次變化 整個紅色的效果也是有一些 淺紅深紅大紅橘紅加上粉紅 各種不同的紅組合在一起 其實是很耐看的 至少在紅鞋裡面我認為這個顏值還是非常高的 如果最近有關注這方面的朋友應該有看到 MAGILLA跟SALOM這次聯名呢 一共推出了兩個鞋型 一個是CORTS HIGH CORTS HIGH這個鞋型除了我手裡這個紅色之外 還有另外一雙全黑配白色後跟的配色 黑白配色 那CORTS HIGH那個鞋型有三個配色 紅色配色 黑白配色 還多了一個碳灰色的配色 實際上整雙鞋的主色調應該是卡其色 配一點點綠色粉色 我覺得這雙鞋的配色還是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並不是最早發這雙鞋的人 因為這雙鞋確實太火熱 一鞋難求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MAGILLA 或者說MM6這條線 可能比較想要親近更多的女性用戶 這雙鞋的女馬的數量比男馬要多很多 所以我也是半天才拿到一雙紅色的男馬 來給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因為其實這雙鞋我個人認為 它並不是一個多麼日常向的鞋款 CORTS LOW那個鞋呢 我沒拉到手就不跟大家分享太多了 其實鞋底跟這雙HIGH是一模一樣的 就鞋身做了一些改動 它把原生的抽繩式的鞋身 在內靴裡面換成了一個 有點像是這雙恢復鞋一樣的 直接穿進去沒有任何收緊的內靴 不過當然是帶後跟的 然後外面就包裹了那一層 束口袋這樣的效果的一個外層 腳穿在裡面是沒有任何的其他收緊的 就是靠那個網眼內靴去做一個小小的包裹 當然它用來日常穿搭還沒有問題的 你不要把它拿去做真的運動就好了 而且我覺得它的整個造型來講 搭配的門檻會稍微高一點點 它更加適合於寬腿褲 或者說是威拉的那種褲子 這樣的褲型去穿搭 那麼適應的身材 可能也會是偏瘦高的樣的一個身材 Close-Low會更加偏向於 Majilla這個品牌的一些設計風格 一些調性 那反觀這一雙Cross-HIGH 我認為它是保留了更多沙爾門品牌的元素 仔細看一下Cross-HIGH這雙鞋的設計細節 我剛才也說了Cross-HIGH這雙鞋 這雙鞋是我比較喜歡的鞋型 它有很合適的鞋幫高度 加上一個非常瘦的鞋型 鞋圈 這也是我最早最早沉迷於 沙爾門這一個品牌 入門或者說種草到我的鞋型 就是Snow Cross 還有一雙也有點像的 但是不太一樣 是GR10K 第一次跟沙爾門聯名的那雙Fail Racer 就是這種有一點中方 或者說中高方的鞋型 然後瘦瘦的尖尖的 就是特別擊中我的神秘點 因為這種鞋挺適合我這種瘦子的 可以把這個鞋幫完美的貼合到我的小腿 並且它依舊保留著Cross這個家族鞋型 特有的一些性能感 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 首先整雙鞋的鞋底和後跟 Cross這個家族呢 典型的就是這一個非常巨大的後跟 加上一個包裹非常低 直接鞋身一直延伸到中底 接觸著外底的這樣的一個包膠 當然這次的包膠換成了這種 有一點點纖維紋路的材質 這個材質還是很漂亮很愛看的 在不同光線的角度下 它呈現一種非常凌亂的纖維基底 有一種線條感 整個材質也比較的薄比較貼合 我覺得是比那些傳統的鞋膠 看起來更加好看更加舒服的 那麼整個後跟呢 在Cross鞋型上 多了一條亮色的鞋膠帶 本來這一塊呢 應該跟附近這些粉紅色的顏色都一樣 這方面的處理還是挺會玩的 這個視覺效果一下就點亮了整個後跟 並且也能跟內側這些 壓紋的線條呼應上 那麼你可以看到中間的位置 在內側與外側都有這一個 側面的架固 整個架固呢 本身應該屬於他們這個穩定系統的一部分 那麼這一次呢 把它這一個 M6中間這個6的LOGO 放在最亮眼的中間位置了 設計的自由度開放的也很高 那麼鞋底可以看到 它依然是Cross家族非常經典 非常大紋路的這種抓地尺 顏色也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鞋底的配色還是很漂亮 來到鞋面呢 依然是Cross家族這些比較經典耐掛的格紋布 而且這個格紋布還是蠻透氣的 一路延伸上來 鞋舌也是這種一體式的 只在開口稍微做了一個分隔 穿上去的舒適度是很高的 至少比這雙CrossLow的舒適度會高一些 因為它保留比較完整的SenseFit結構 不過這SenseFit在這雙鞋上換成了這種 容面格的材質內外都是很漂亮 而且內部這邊還一直延伸到後跟 把MAGELA 6的這個鴨紋的LOGO也給它加上去了 這個鞋型就是很漂亮很經典 不過很奇怪的是這次的馬術有點怪 明明鞋都稍穩做的 但是他們的馬術規則 遺照回了MAGELA那邊的馬術 好像沒有半馬全都是整馬 就是UK8直到UK9了沒有8.5 我平時穿8.5的話就有點尷尬 所以這次我拿這雙鞋是UK9馬的 不過還好它是高方 所以也不會覺得特別大 並且說到接地氣一點 中國人會過年的時候穿一些新年色叫紅色 我覺得這雙鞋挺適合過年穿的 那麼過年正好又是比較冷的時候 所以可能很適合穿上後襪子 在過年的時候穿它 拿大一點也沒什麼關係 仔細看一下鞋舌中間這條織帶 也有這一次的聯名LOGO 那麼包括鞋墊也是特別定製的一次 全紅的有著MM6LOGO的鞋墊 然後依然是這種加強型的Authalite抗菌鞋墊 整個腳感是有保障的 並且這次也選了一些非常輕膚的材質 來去做內襯 可以看到這些粉色的位置 很柔軟就是了 那麼看一下上角效果 我覺得它還是挺適合搭配各種不同酷型的 我嘗試一下搭配了幾條 我認為比較適合這雙鞋的褲型 首先一個就是Nosca Sim 今年的秋冬新出的一條 側拉鍊的長褲 我之前也有分享 當然有很多朋友催我 22年的秋冬季趕緊分享出來 其實廣州現在稍微有一點緊張 所以是沒有拿到 我拿到肯定會分享的 好不用急 這條褲子的拉鍊做得很聰明 在褲腳的位置在側面 然後一直扭曲著延伸到頂上 在最頂的位置 它是在腿的正前方 所以它是一個螺旋型的拉鍊 就因為這個拉鍊 整個褲型的闊型都特別好看 可以自由的選擇 把這個拉鍊停在什麼位置 來決定你這一個褲型 到底需要微拉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這個也是自由度很高的 設計很聰明 然後這條褲子 除了我身上這條灰綠色之外 還有一條純黑色 我覺得是都很好看 搭配這個褲型上層的衣服 是來自Watch the Wind 博書的品牌 當然我身上那件紅色已經收勁了 因為他們採用的都是一些 比較稀有的面料 所以說做完一次就沒有了 我聽說是有在補新的顏色了 趕進去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麼再過來的一個褲型 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商鳥 Valens Valens 的衣服和褲子 其實我以前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褲子的名字叫做Cambry 那是Valens比較招牌的褲型 但它是用了全牛仔布去製作的 並且裡面是有牙膠 我覺得這條褲型 是我比較喜歡的 直筒偏瘦的牛仔褲 不算是窄腳或者瘦腳 它就是比較瘦的直筒褲 跟商鳥的其他褲型剪裁 還比較像的一條褲子 大家都知道商鳥 整個cutting就是瘦Slim Fit 然後我身上的衣服是 Agen Comp Jacket 這個顏色搭配上還挺好看的 能跟這張鞋的一些 淺粉色的位置稍微呼應上 官方叫做粉砂鹽 但實際它更偏灰質一些 覺得它顏色調帶是很高級的 那麼這一個瘦腳一點的褲子 我覺得它有兩種穿法 一個就是常規版的 把褲腳完全包鞋身的高幫 鞋幫會把褲腳撐直一部分 然後使得整條褲子的堆疊感 都特別好看 那麼再過來一個就是把鞋舌露出來 鞋帶鬆一鬆 有一點點更加偏接頭的感覺 露出來大概就是這樣子 把運動鞋當休閒鞋穿的效果 看起來更加casual一些 我覺得也挺好看的 讓你更喜歡那種穿法 當作一個小靈感 啟發一下大家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玩的嘗試 那麼再過來一條 也是來自Nosco Sim的 應該是21春夏的一條拉鍊褲 這個拉鍊褲跟剛剛第一條拉鍊褲不太一樣 是它的拉鍊在後側 並且只有小腿那麼高 這條褲子也屬於是 整個剪裁偏瘦 但是你只要把拉鍊拉開 它整個褲型還是非常好看的 有更多的時尚感一些 沒有那麼的街頭 或者說是沒有那麼的隨意 我覺得也沒那麼緊張 至少我自己的這一身搭下來 感覺我覺得還比較偏實裝的 我也搭了一件皮夾幹嘛 也是Nosco Sim的 是21年的秋冬款 那整身造型就是一個全黑搭配一雙紅鞋 我覺得還不會太突兀 因為整個外型是配得上的 當然如果你不是很喜歡這雙鞋的顏色 你想換成黑白配色那雙Crosshide 我覺得也是OK的 只是黑白配色那雙Crosshide 在我來看會顯得有點像高跟鞋 因為它純黑只有後跟是白 我不確定這個上角的效果 跟這一身是不是會很契合 或者說是可能會更加偏女性化一些 但只是我覺得這樣的搭配 還是挺中性的 就不分男女 我覺得都挺好看 這樣的褲型也是我比較推薦的 OK 那麼這就是這一雙 Margella的Crosshide 就先講到這 如果你們覺得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可以隨時彈幕或者留言再問我 好的 再過來一雙 其實也算是這一個小組裡面的 這個小組我把它分成叫做 不算純黑也不算純白 但是屬於是統一色調 One Tone的一個小組 早前分享過了 所以我稍微講快一點 就是這一雙Odyssey 這雙鞋也是我閒暇時間穿的比較多的鞋 我覺得它很好穿 整個鞋型是那種肥肥的 寬寬的 並且它的外底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明顯的滑腹格紋 這紋路就跟之前分享的 一些SALOMON鞋款都不一樣了 滑腹格紋明顯就更加適合城市路面了 並且它也是搭配了SALOMON當家的 Energy Cell Plus的環震中底 所以腳感很有保證的 包裹性也不錯 因為它還是這種傳統綁帶 並不是SALOMON一貫的那個quick lace 當然喜不喜歡看個人啦 我覺得它的設計呢 在這種定位的鞋子裡還是算挺好看的 一副老實人的樣子 但是它有非常幾何的這種 誇張的線條和圖形去做點綴 雖然不認識它什麼鞋的情況下 但你一眼就會被它抓住 並且大家也知道11BBS經常有 SALOMON2的這一個鞋款 它們採用的中底全都是Odyssey的中底 所以說這個鞋的舒適性肯定是很有保證的 提醒一下 雖然說你不用買大一碼 因為這個鞋的鞋渲染算比較寬比較友好的 你就買大半碼就可以了 就挺舒服的 但是它比較沒那麼透氣 大夏天我就不太建議你穿它了 因為它會顯得稍微有點悶 畢竟它皮質的部分比較多網面比較少 更加推薦這雙鞋在秋冬的時候穿 它整個造型也比較肥大 更加適合秋冬穿搭了 OK 那麼這是這一雙Odyssey OK 那麼接下來的一組呢 可能是奶白 可能是米白 可能是灰白 總之就是比較偏白色的一組 那首先呢就是這一雙我最喜歡的 ACS PRO ADVANCED 這雙鞋相信不用我過多介紹了 今年它的風頭真的是火的不行啊 不過最近沒有怎麼穿它 是因為天氣漸漸涼下來了 這一個過於透氣的網呢 確實比較強的風不是很扛得住 不管襪子薄厚就是它沒有什麼保護性 相比於剛剛前面介紹的那雙Odyssey 我更推薦夏天穿它會更加舒服一點 詳細關於這雙鞋的影片呢 我早上年頭就做過了 所以我就不想解了 我記得白色這一次好像年終也補了一次貨 絕分同時還出了沙色 還有其他幾個更加偏Y2K的配色 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這一次應該比較多人能夠買到了吧 跟剛剛的Odyssey也挺像 不過它其實更偏瘦長一點點 比較拿大半碼 不過它整個腳桿子很好的 依然是Energy Cell Plus 還真泡棉 它的前後掌高度差 會比剛剛那雙Odyssey才會高一點點 它更有運動感 不要真的穿它去運動 因為它這種造型也更加適合 比較誇張的穿搭 能夠輔助你穿搭風格上有更多的嘗試吧 因為它現在配色也挺多的 而且就算你買不到白色 沙色我覺得也挺好看 或者說是Y2K的那些顏色 隨便配搭乳小褲 或者是一條什麼公裝褲 它其實都挺好看 OK 那麼就是白色的第一雙 接下來一雙是這雙XT6 X-PANCE 這雙鞋呢我早前也有介紹過了 跟剛剛那雙A6 Pro一樣 其實也不是聯名款 就普通款 大家隨便買應該都能買到 應該這雙鞋是我們一句話 可能是XT6系列裡最便宜的一雙 說好聽點就是輕量化 它確實去掉了很多XT6性能方面的一些設計 比方說是招牌的Quicklase 然後一些結實的壓膠 它全都換成了縫合材質 整個鞋身的網面也換成了這種耐刮的織物 鞋身的泡棉雖然沒有實際的柱質能夠證明 但是拿在手裡很明顯感覺到輕量化了不少 不過這雙鞋其實它針對的就是一個城市通勤的用戶 以穿搭為主要目的去購買就好了 你沒有必要拿它當一雙性能運動鞋 所以說在這一個穿搭效果上 我比較推薦Expense這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我現在看到也出了很多配色 除了我手裡這雙銀白色或叫灰白色之外 好像還有一個更加灰的顏色 然後還有一雙黑色也挺好看的 75週年那一次的活動上 也出了三款鞋型都統一配色 其中一個鞋型就是Expense 一個材質什麼都一樣的 我覺得那個配色也不錯 這也是我最近這陣子很經常穿的一雙鞋 因為它其實穿起來也比較輕便 腳桿啊走路的一些反饋什麼的 它是很舒服的 穿X-T6這雙鞋已經很久很久了 我早就習慣它給我的反饋了 上腳之後不用去適應沒有什麼適應成本 OK那麼再過來一雙白色系列的鞋款 這個是一個比較限量的雷兵款 Hidden Neuro這雙X-T4 這雙鞋早前我也有介紹過了 X-T4這個鞋型相對X-T6來講會更加窄一點點 而且它鞋頭不是包膠 而是縫合的材質 所以它鞋頭更加偏硬 大家買的時候呢 我比較推薦還是稍微買大一碼 不一定要買Hidden Neuro這個配色 正常的X-T4也都挺好看的 因為它有這種X-T4招牌的纖維紋路的Sense Fit壓紋 內外都是很好看 改改配色加個Logo就是聯名了 更多像是一個蓋章 不過Hidden這一個網站 它對於街頭文化 或者說是潮流文化的一個宣傳和影響 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說它有一定的話語權去這樣做 那其他我就想太多了 這個在我心裡面排名也是很高的 不過我穿的比較少 因為確實它這一抹綠 我不太有其他單品能夠呼應的上 不過偶爾 彎痛穿搭的話拿它來搭一下不錯的 我跟它們白色系的最後一雙X-A Alpen 來自CDG的聯名 這雙鞋也是我前面分享的 我比較喜歡的鞋型 瘦高的鞋筒 瘦長的鞋圈 不過這個鞋的鞋圈呢 比起Majilla的這一雙來講又不太一樣 它會更加圓一點點 當然這兩雙鞋本身的設計性能的出發點就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X-A Alpen這個鞋 本身也是比較薄比較扁一點點 如果穿一條長褲蓋住它的鞋方 它更像小白鞋把搬捏捏捏捏 就是這種感覺 它比較的輕便 X-A Alpen這雙鞋呢 在騷門家本身屬於一個高海拔越野跑鞋 在山頭或者說山腰以上的位置去奔跑的鞋款 它整個鞋底的紋路設計呢 也明顯就跟一些山腳下 比如說泥地雪地的一些越野跑鞋不太一樣 坑紋更短 更加適合一些碎石路面 然後它對於腳的保護也提升了比較大一點 當然這雙鞋本身的普通款呢 它的內鞋 跟這次聯名款的差異所在 就是聯名款把它換成了這一個網眼內鞋 這個內鞋也就是我前面講的 Majilla Cross Low的那個內鞋 跟這個是一樣的 正常的X-A Alpen 不管你買的是我手裡這雙高幫也好 是中幫也好 它裡面都是一個比較完整的 有Sense Fit抽繩設計的一個內鞋 然後外面這一個更多的保護啊 防紗的作用 免得你套一個防紗套了 那麼這雙鞋呢 如果你真的拿它去在高山跑的話 它其實對你的腿部 關節也好 肌肉也好 它對硬件方面的要求還是挺高的 所以說 CDG把內鞋改成這一個 比較方便的網眼內鞋 也有它的道理 其實買這個聯名款的人 不會真的去高山越野跑 至少也不太適合拿它去高山越野跑吧 更多的是一個層次穿搭 所以它這個改動我是能接受的 但是這雙鞋除了加了個Logo之外 好像也沒有更多別的 不過CDG的聯名 好像差不多大多都是這樣比較簡單的感覺 這雙鞋是一共有兩個顏色 除了純白之外 還有一雙純黑色 但是純黑色很奇怪是下面這一個CDG的Logo是白色 拉鍊位置的騷門依然是黑色 就很怪 所以我選了白色 它至少兩個字的顏色都選用了黑色 會看起來和諧統一一些 其它的沒有太多特別的地方 總雙鞋腳桿中規中矩了 因為它雖然也採用了這一個 Energy Cell的泡棉 但它整體泡棉都填充並不是很厚 總雙鞋腳桿也比較平 不過它上腳效果很好看 取消掉內鞋的抽繩之後 它整個鞋身看起來更加薄了一些 上腳如果你穿特別寬口的褲子 會顯得把整個鞋都蓋住 只露了個腳趾出來 怪怪的 那麼有流星 KOMMDIGAL SONG 跟SALMAN聯名的朋友應該知道 這次其實不是他們第一次聯名了 早前有一些我覺得有點怪的聯名 但是也挺有意思 挺CDG的 那後面也有更多的一些聯名 比如說後底的那雙 以POSA為圓形的鞋型 去做的設計 也是純一純白兩個顏色 CDG一直都 也不能說保守吧 就有點 在它自己的審美體系裡面 就不太會跳出去 可能畢竟品牌已經特別成熟 這麼大一個品牌帝國 也不會去做一些非常初衛的改造 除非是它那些實驗線 這種聯名款 還是更加以商業變現為目的去做的 所以我覺得保守一些也能理解 OK 那麼來到深色小組的首當其中一雙鞋 跟剛剛那一雙XA Alpen 也是同一季度催出的這一雙 S-Lav Cross 這個鞋呢 它除了有女馬之外也有男馬 不過我沒有選 我覺得女生穿這雙鞋會更合適一點 更加有CDG 想要呈現給它的目標客群的那種感覺 那整個鞋型我覺得是很漂亮很好看的 因為Cross這個鞋型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有性能感 非常輕量化的鞋型 如果你看過S-Lab他們的那些 宣傳海報的話你就知道 這雙鞋應該也是他們在 S-Lab裡面比較當家 比較代表的一個鞋款 它它的鞋底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穿的那種釘鞋 它這雙鞋也是非常輕 看到的黑色這些壓紋的部分呢 跟Majer的那雙鞋一樣 有一點纖維紋路的 非常薄非常輕量化很漂亮 然後這雙鞋的網眼材質呢 就比較特別 叫做Matrix的網眼材質 它也是比較防刮 同時是能夠做到透氣 它也能比較好的 跟千鳥格彈力織物去做融合 這一圈千鳥格不是硬上去 是織出來的 我覺得還是做的蠻好挺漂亮的 彈性也不錯 它這個襪套來講 包小懷包的很緊 所以這雙鞋不需要擔心 你有一些碎石碎啥進去 我說的是普通款 應該CDG這雙不會有人拿去也跑 城市穿穿挺好看 然後整雙鞋也是非常輕量化 Cross家族嘛 它的迭代手錦系統 放在這裡這一個小小的口袋 我覺得也是挺精緻挺好看的 一雙穿配一個小裙子真的很不錯 可能有些用家會覺得它太女性化 拿回這雙鞋的黑色版 我覺得也是蠻推薦的 這兩個鞋款雖然不是今年 是二一年年尾的款式 但是我也是今年才拿到 當初的時候有點吵架 所以我就等了一陣子 然後海淘了 我覺得還不錯的價格就拿到手 我也穿了沒多久 跟大家推薦一下 至少它視覺方面的效果 呈現得很好 我可以再過來幾雙 深色系小組的鞋款 都是之前有介紹過的 首先就是這一雙 GR10K聯名的Quest 4D 這雙鞋早陣子介紹的時候 還是挺多人感興趣的 並且你可以留意到 除了我剛剛介紹的 好幾款Cross家族的 系列的鞋款之外 上我們他們最近 官方也有意無意的 在宣傳Quest 4D這一個鞋型 露這雙做了聯名之後 馬上推出了幾個 不同配色的High鞋型 我覺得也是很好看的 並且大家可以看到 Drake也上角了 如果我沒記錯 高邦的那幾個鞋型 好像都是有加入Gortex科技的 應該是比較適合全技穿的 反應性會更好一點 這個鞋型跟早前分享過的 DrakeCross那個鞋型 相比它會更肥厚一些 具體的設計細節 以及它的性能 早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感興趣的話回頭看一下 我覺得它還是比較適合 現在的風格去穿搭 哪怕你不喜歡Grab Pro的話 其實你穿工裝也沒有問題 說實在一點 它有點偏向老寶鞋的感覺 當然老寶鞋哪有這麼好看的顏值對不對 就是風格感覺上 它有那個味道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一雙 真的很日常常穿的鞋型 我自己的穿著習慣來講 並沒有特別喜歡 Quest 4D這個鞋底 帶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它太直白了 反饋來的 我更加喜歡XT這個系列 或者是Cross這個系列的鞋型 帶給我的反饋感 日常會比較少穿 Quest的這個鞋型 穿最多的也就是那雙 XT Quest就是比較透氣的那個版本 夏天穿比較舒服一點 不過這雙鞋呢 可能我會願意嘗試 在更加冷的時候去穿它 我覺得它保護性還蠻好的 會肥大大的 給人一種很安穩的感覺 當然深色器推薦僅限於這一雙 高幫的話它有純白色 我覺得放進白色器推薦也很不錯 OK 再過來一雙純黑的鞋型 也是今年新出的全新鞋型 之前有介紹過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再去看一下 關於這雙鞋的性能 還有其他的一些設計什麼的 就不多說了 主要推薦一下這雙鞋的黑色版 大地色系 然後有灰白相見 銀灰色 我覺得對於City Boy風格的感覺 或者說是一些 更加機能科技的感覺 然後更加戶外的感覺 他們都有兼顧到 純黑的這雙呢 我覺得就更加適合 城裡的一些比較誇張的暗黑搭配了 雖然說它是純黑色 但其實它整個鞋型的造型也是非常誇張的 即便它用了純黑的配色 你能感覺到這雙鞋攻擊性非常強 建議如果你要買一雙純黑的鞋 你又要好穿舒服 同時除了造型感非常足夠 時尚感很夠之外 它價位也比較適中 我日常也有穿 我還挺愛穿的 比起Quest這種比較硬的鞋來講 這雙鞋它軟中帶硬 更有韌性 而且它前後掌高度差不多比較大一點 我不喜歡太平的底 當然這一切都以我自己的喜好為前提 去做分享 自己心中有今年的你的Top10 歡迎你也跟我分享 當然我也不單單推薦這個黑色 整個Speedverse的鞋型我都很推薦 這個應該也算是一個比較好買的普通款 它也不是什麼年齡版 我還沒再過來一雙是比較早前的鞋型 雖然我沒有專門針對它分享過 但是我穿它上腳 而穿搭都有好多次數了 也不是特別新的鞋款 就是這雙XT6 FT Future Tech 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他們推出FT這個鞋型 我還挺興奮的 終於不用在XT6的基礎上繼續換顏色 有一點新的玩意了 但不知道怎麼搞的 好像出了開頭的三個配色之外 一直到現在陸陸續續的也就多了 好像一兩三個配色 今年開始整個全球的供應鏈 都其實不是很順暢 很多生產都因為供應鏈的關係受到了阻礙 本來我還有更多想推薦的鞋型 其實根本就沒有做出來 或者說是不知道這個計畫耽擱到什麼地步了 只能說是跟大家口頭講講 這雙鞋其實推薦它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在XT6 鞋型的基礎上 有比較多的城市使用的一些時尚感 或者說街頭感 沒有那麼多戶外運動的性能感 比較高的 鞋口 鞋舌 比較簡潔俐落的鞋面設計 對於深色鞋款推薦來說 這雙鞋我覺得也是很漂亮 真好大的一個鞋款 OK 那麼再過來一雙呢 就是我手裡沒有食物的一雙鞋 但是我也是期待了好久好久 就是因為供應鏈的關係一直耽擱著 那麼就是Cost 沙門 以及 Children of the Discordance 來自日本的品牌 它們三方聯名的一雙XT6 鞋身主要的紋路 腰果花或者保羅克紋 中底的緩震採用了一條比較亮的橙色 跟 Children of the Discordance 的 logo 也是一樣的 整雙鞋的我覺得顏值還是很高的 對於XT6這個鞋型來講 它也比較少有花紋 或者說是印花設計 更多都是純色設計 所以這個鞋也是我期待了滿久的 並且也是我朋友Cost這個潮流店鋪 有參與設計的計畫 本來說今年年底要出 現在已經11月中了 馬上快12月了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今年就結束了 這雙鞋疊造其實滿世界都是 但具體發售到底什麼時候呢 我現在還沒人說得準 如果我有更多消息 我也會及時再通知大家的 就回答那麼這大概就是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收到的比較喜歡的 時尚取向的Solomon 當然一切都是以我自己的喜好 以我自己的口味為準 我不是質疑你們 或者說不是要帶貨這些鞋 因為很多款式我知道現在也不太好買到 只是說分享一下我個人這一年 也算是小總結吧 當然還有一個月 但是我不是很期待 接下來那一個月能收到什麼鞋了 所以說就先提前總結一下 避免到時候撞車 OK 那麼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希望你留意見三連 如果還有沒有關注我 一定要點下訂閱 我是Roll 再見吧